东太后慈安,西太后慈禧,宫亲王义兴,组成了清皇室的三驾马车,分享了小皇帝光绪的最高权力。 慈禧久病不遇,慈安突然去世,义兴擒太监,背后究竟有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隐秘。 请您继续收看系列节目,囚徒天子光绪第四集,三驾马车的急转弯。 《光绪小皇帝》 继位后的几年里,虽然她自己经受了许多让人无法相信的苦难,朝廷中也风波不断,但总的来说,这是湾安清历史上相对平静的一段时光。 太后垂脸,亲王辅政的体制,使得朝局中的权力分配得到了一定的平衡。 在光绪皇帝的名义下,东太后慈安,西太后慈禧和宫姬王一新组成了清皇室的三驾马车,国家的运行还算平稳。 然而,在小皇帝光绪长到十来岁的时候,大清王朝的最高层,陡然发生了变化。 东太后慈安的突然离世,彻底打破了原有的权力平衡。 那么,慈安的死到底跟慈禧有没有关系? 慈禧又该如何应对? 而慈禧又是用什么样的手段走向了权力巅峰呢? 青史专家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,做客百家讲坛。 精彩讲述系列节目《囚徒天子光绪》第四集,三驾马车人急转弯。 从光绪六年,就是1880年的初春开始, 国家最高层,权力模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 原来一直锋芒毕露的慈禧太后突然隐退。 而一直说,随手掌柜的慈安被推到了国家大政的最前沿。 每天临朝听政,忙得不以乐乎。 原来,慈禧太后病倒了。 根据翁童和日记记载, 慈禧的症状大致有这些。 失眠,食欲不振,脸色枯黄,口干舌照,情绪郁闷,腰栓背痛,心虚心慌等等。 按说不是要命的症状, 但长期治疗不见起色,慈禧不免,心烦意乱。 到了夏天,干脆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御址, 命令各省都府举荐精通医术之人来经医治。 这一下子问题严重了。 为什么说问题严重了呢? 你想,统治者的健康状况关系在国家的稳定。 如果不是太医院的御医们确实束手无策, 或者对御医彻底失望。 哪个统治者愿下烧正义, 闹得四海皆知,谣言四起呢? 看来慈禧病得很重。 慈禧得的是什么病呢? 官方文件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, 只说了些圣公欠安, 以欲数月之类的含糊话。 《耶诗》里倒是有些记载, 比如《十页野文》这部书, 说他实系生欲血崩, 就是小产大出血。 意思是说他怀孕了, 然后就流产了, 不流产还生下来,算谁的? 但是没流好,还大出血了。 众所周知, 太后都是寡妇, 寡妇怀孕真是离奇的粗格的说法。 虽然符合晚清时代仇视慈禧的社会心理, 也能解释得通予以束手无策的原因, 但不合逻辑。 你想, 太后怀孕也就意味着出轨, 真是丢人到家的一件事了, 掩盖还来不及呢, 怎敢向天下争议。 更何况这个时候, 慈禧太后已经46岁了, 还能怀孕吗? 可能性也不大了。 其实我感觉慈禧的病既不是疑难杂症, 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 根据翁童和透露的情况来看, 应该是女性更年期综合症。 这年慈禧太后46岁, 拿现在的眼光来看, 如果说是更年期, 可能稍微嫌早, 但别忘了, 慈禧他过的不是正常人的生活呀。 27岁守寡, 缺乏正常的人伦亲情, 而且守寡之后就垂帘听政, 主宰中国的命运, 虽说详尽人间尊荣, 也承担了巨大的压力。 劳心费人, 情绪低落, 生理周期紊乱, 更年期提前, 也不意外。 限于当时中国的医疗水平, 人们对更年期的认识并不充分, 再加上寓意爱于忌讳, 很多情况下也不便说到透测, 慈禧久病不遇, 难免情绪急躁, 心情也不好, 不能够保证每天临朝理政。 慈安择无庞贷, 自好分忧待劳呗, 谁啊? 她是皇太后呢? 当时是两宫垂帘嘛。 所以慈安分忧待劳, 每天忙得不以乐乎, 平时他不管这些事。 好在公亲王一心鼎力相纵, 国家积极的运转, 不至于受太大的影响。 另外, 慈安虽然处理政务不在行, 但大臣们对他印象都不错, 跟慈禧的积燃历设比较起来, 慈安为人谦和, 从不让大臣们下不来台。 不过, 慈禧久病不遇, 王公大臣们也很担心, 怕出意外。 然而, 谁也没有想到意外真的发生了, 而且竟然是这样一个结果。 根据翁童和日记记载, 光绪七年三月初十日, 公历是1881年的四月八日, 一个暖融融的初春的夜晚, 翁童和在睡梦中被公里派来的人叫醒, 通知他立即进宫, 因为此前的两个小时, 慈安太后去世了。 这个时候, 翁童和除了给光绪帝上课以外, 还担任公不上书, 是不愿大臣。 皇家出了大事, 当然不能置身事外, 所以立即起身准备进宫, 他胡乱的穿好衣服, 拿起怀表一看, 时针指向了午夜11点的位置。 与此同时, 王公大臣都接到通知, 所有人的感受相同, 不是自己听错了, 就是报丧的人说错了, 死的不是东太后慈安, 而应该是久病不遇的西太后慈禧。 然而, 当他们赶到宫中的时候, 发现确实是慈安去世, 为此惊讶的目瞪口呆。 翁童和的日记中, 居然出现了这样四个字, 乌乌其在。 首席军纪大臣, 宫秦王一新, 远在苍平安葬他的妻子, 文训赶来宫中, 跳脚大裤。 慈安的丧礼, 皇家的礼法有条不紊地进行, 幼小的光绪帝, 奏业守在灵前, 尽孝子的义务, 群臣们都做出表情悲痛的样子, 但谁都不说话, 所有人都满心狐疑, 据晚清时代, 英国人普兰德所写的慈禧传记称, 当时普遍有人认为是慈禧太后用毒药害死了他的同僚, 由于公伟之间忌讳甚多, 大家不敢随便发言, 确实, 慈安死得过于突然, 他到底是怎么死的呢? 关于慈安的死因, 清朝官方宣布是正常死亡, 但说的笼统模糊, 而且病程极短, 发病一天就去世了, 于是就难怪有各种各样的慈安死于谋杀的猜测, 慈安如果死于谋杀, 慈禧就是最大的嫌疑人, 因为慈安是慈禧垄断朝政, 一手遮天的最大障碍吗? 慈安跟慈禧垂帘听政, 两宫并尊, 表面上他二人地位平等, 其实慈安的地位高于慈禧, 因为他是咸丰帝的皇后, 是名正言顺的正宫娘娘, 而慈禧最初进宫的时候, 仅是个贵人, 那是皇帝的第六等妻子, 第一等是皇后, 然后皇贵妃, 贵妃, 妃, 再往下, 才是贵人吗? 所以慈禧在慈安面前, 本来是不能抬头的小妾一类的人物, 慈禧的幸运, 在于他为咸丰帝生下了一个儿子, 因此步步高升, 尽管如此, 在咸丰帝活着的时候, 他的身份也不过就是贵妃而已, 贵妃死后, 慈禧母以子归吗? 儿子当了皇帝, 就是同治皇帝, 他升格为太后, 但是按照古代宗法的敌术之分, 他是皇帝的生母, 而慈安才是皇帝的嫡母, 由此可见, 慈安凭着高于慈禧的地位, 具有制约慈禧的权利, 当然, 慈安对政治不得热衷, 平时很少管事, 以致慈禧大三租了, 但别忘了, 朝中还有一个能够呼风唤雨的鬼阁六一心, 他跟慈禧面和心不合, 在这种矛盾结构中, 慈安有时候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, 所以慈禧遇事, 总要做出跟慈安商量的样子, 慈安如果固执己见, 慈禧似乎也只能忍气吞声, 比如当年给同治皇帝选皇后, 慈禧最后不得不屈从于慈安的意见, 就可见一半, 说到这里, 可以相信慈禧具有谋杀慈安的动机, 因为一旦除掉了慈安, 他就成了光绪帝唯一的监护人了, 可以心安理得地对光绪帝, 以止气使一手遮天了, 官方文件里边没有任何慈禧谋杀了慈安的证据, 爷时里传言不少, 据说慈安保留了一道, 一道先锋皇帝的遗照, 这道遗照是先锋皇帝留给他的护山符, 大义是说将来慈禧, 母依子贵自然要尊为太后, 但这个人不可信赖, 以后如果能安分手挤, 也就罢了, 否则就出示这道诏书, 造计王公大臣除掉他, 慈安跟慈禧密室长谈, 出于笼络的用意, 把这道遗照透露给了慈禧, 并且烧掉了诏书, 结果几天之后, 慈禧派太监送来了点信, 慈安吃了几口之后, 就一命呜呼了, 其实以前中国史学期, 就有人指出过, 这个说法不值一博, 为什么呢, 因为两位太后的密室谈话, 谁听见了, 太监前去投毒, 谁看见了, 更何况昭书已经烧掉了, 内容又从何透露的呢, 所以说他不值一博, 实事求是的说, 慈安之死是轻使遗案之一, 所谓遗案, 就是事实有因, 但查无实据的事情, 必须承认, 史学界至今拿不出一条, 直接的, 有说服力的证据, 来证明, 慈禧确实谋杀了慈安, 仅停留在推断的碎屏上, 根据翁通和日记记载, 他不是被遭进宫吗, 等他到宫里的时候, 很多大神都来了, 大家做的第一件事, 是到宙视处, 看药方和卖案, 慈安不是死了吗, 他们一起去看药方和卖案, 五份药方和卖案都占, 分别是上午, 中午, 下午, 帮忙开的, 这是四份, 还有一份, 实际上是死亡证明, 一共三个医生参与了诊治, 这是一条对慈禧十分有利的证据, 因为在慈安临终的这一天, 医生一直为他提供治疗, 为什么说对慈禧有利呢, 你想, 如果是慈禧谋杀慈安的话, 他肯定是这样两种心态, 一, 他盼望慈安赶紧死, 二, 害怕自己的罪行暴露, 在这种情况下, 慈禧能让医生前来诊治吗, 另外, 这个时候的慈禧还处在病重, 悲观地说, 前途未卜, 能否全域上属未知数, 眼前都自顾不暇, 反而为了长远的利益去谋杀慈安, 合乎情理吗, 必须承认, 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, 毒死一个人并不容易, 但是现在可能也不大容易, 就拿常见的毒药, 披霜来说, 一个人从中毒到死亡, 短着几个小时, 长着几天, 甚至十几天, 关键看剂量的大小, 剂量小了不管用, 剂量小了效果不明显, 而靠大剂量短期之人死亡, 办法只有一个, 像潘金莲毒死五大郎那样硬贯, 慈安从发病到死亡, 不过一天时间, 如果属于毒杀的话, 只能是大剂量投毒, 慈安身为皇太后, 身边随时有几四个太监宫女, 谁能强迫她一口气喝下大剂量的毒药呢, 你当那是可口可乐呀, 在各种史料中, 最具权威性的是温童和日记, 不仅是作者亲历亲吻, 而且密不识人, 人家是日记呀, 不存在区比演示的必要, 徐策先生在他的慈禧大传里边, 研究了慈安之死, 综合各种症状, 他推断为是脑血管疾病恶化, 脑出血死亡, 当时中国人患这种疾病的比较少, 中医对此缺乏充分的认识和有效的治疗手段, 其实如果果真是这样的话, 西医至今也没有太好的对应之策, 总之结论属于正常死亡,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慈禧是谋杀者, 但他是慈安之死的最大受益人, 无疑慈安的死让他感觉到清熟, 说起来奇怪, 困扰他一年多的更年期终合症, 日渐好转, 三个月之后正式向全国宣布慈公大安, 好了, 慈禧精神斗手, 一个新的季炮在他的心中酝酿, 一场正式风波, 即将掀起, 这是怎么回事呢?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奖韩兰。 慈安的去世让左右青黄式的三驾马车的格局成为泡影, 最高权力的平衡被彻底打破, 三足鼎立变成了两极相对, 而慈禧和易新并驾齐驱的局面又绝对不可能形成, 因为他们之间积怨已久, 青史专家辽宁师范大学玉大华教授, 继续为您解读慈禧和易新书嫂之间的是非恩怨。 易新是咸丰的弟弟, 两宫皇太后的小叔子, 本来他跟哥哥的关系并不融洽, 所以在咸丰朝基本是靠边站的。 咸丰十一年的时候, 皇帝英年早逝, 林宗安排了八位顾名大臣, 辅佐年幼的儿子, 其中居然没有易新, 您看八个人都没排上他, 他算老几啊, 所以易新心中不满, 没想到刚刚守寡的两宫太后也不满这个体制, 于是书嫂联手发动政变, 顾名大臣杀头的杀头, 流放的流放, 最后书嫂之间瓜分了权力, 确立了太后垂帘亲王府政的新体制。 两宫太后以垂帘听政的方式戴行皇权, 成了最高统治者, 饮水思源, 自然要报答一心的拥戴之功, 所以政变刚刚成功就授予他一身王的头衔, 让他领导军纪处, 组织政府。 大伙也知道, 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不愿被分享权力, 随着时间的推移, 易新和慈禧之间围绕着权力问题, 矛盾越来越深, 慈禧琢磨着怎么才能够制裁易新, 收回大权。 在同日四年, 就是1865年的时候, 双方发生了一场交讽, 慈禧自我感觉时期成熟了, 借口有人弹劾易新, 凭着几点捕风捉影的罪状, 就把易新给一录到底了。 没想到满朝大臣尚书请愿, 甚至连风疆大吏都开口了, 替易新说话, 希望两宫太后能够再给易新一次机会, 让他继续执胜。 慈禧一看, 时机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, 他认为是成熟了, 实际上没有成熟, 所以见风使舵又恢复了易新的一些职务, 但是取消了他的义赠王头衔。 经过这场风波, 易新对慈禧开始有所畏惧, 但是他依然领导军级处, 手中权力还是不小。 经过了这次羞辱, 易新难免心中不平, 转眼到了同志八年, 易新终于找到了一吐胸中闷气的机会。 原来这个时候, 同志皇帝的大婚, 提上了议事日程, 慈禧打算在苏州, 还有一孙是在广州, 要执办一批衣服, 办起事儿嘛, 家里大人小孩都执办几身衣服, 这个事儿本来由内务府承办, 但慈禧的新夫太监安德海跟慈禧说, 如果不派一个熟悉内情的人去采办, 花色样式尺码未必合适, 慈禧想象也是这个理儿, 说那谁去啊, 安德海说我愿意去, 慈禧就同意了, 其实安德海是在北京城里边, 住腻了, 想到南方转转, 一则开开眼界, 二则百倍威风, 三则借机搜刮, 总之自认为是个美财, 清朝组治对太监约束极眼, 太监出京就是死罪, 安德海知法犯法, 真是胆大抱天, 慈禧再有淡胆, 也不敢给他一个正式合法的出京手续, 慈禧对此事的态度就是默认, 你去吧, 也不用办手续, 安德海估计凭着慈禧太后的后台, 没有人敢把他怎么样, 所以带了几十个随从, 然后分乘两条大船, 高悬骑志, 古越骑名利从通州, 就起层南下了, 安德海是慈禧重用的宗管太监, 他小人得志, 在紫禁城里忽家忽畏, 肆无忌惮, 在慈禧跟一心的矛盾当中, 他屡禁传言, 起了很坏的作用, 这回撞到枪口上了, 一心怎么能手软, 一心, 暗中受益, 山东巡抚丁宝珍, 捉拿安德海, 果然, 安德海进入山东境内, 他乘船经过大运河, 到山东境内之后, 被扣押, 丁宝珍上咒朝廷, 请示如何处置, 这不等于给朝廷出了个大难题吗, 把安德海给扣了, 你看怎么办吧, 看慈禧怎么表态吗, 结果, 冰宝珍的奏哲递到军机处的时候, 据说慈禧正在看戏, 还有一说, 是正在病中, 公积王一心就拿着奏哲, 去找慈安太后和同治皇帝, 看怎么办吧, 小安德惹事了, 同治皇帝个性放任, 不专心学习, 三天两头, 让生母慈禧太后痛刺, 在同治皇帝看来, 安德海是没想像他妈打他的小包裹, 自然恨之入骨, 现在得知安德海, 惹火烧身, 口口声声说, 宰了这个老兔宰的, 慈安太后还有一律, 毕竟是慈禧的人, 打狗还得看主人吗, 一心又做了慈安的工作, 说这是主治, 如果不按主治办, 不乱套了吗, 慈安想象也是这个理, 于是就批准了, 下发预旨, 命令山东巡抚丁宝人, 将安德海指证确实, 无庸审讯, 即行就地正法, 预旨一天一夜就传到了济南, 丁宝人接使后连夜行刑, 为什么连夜行刑呢, 预旨命令他即行就地正法, 贯彻最高指是不过硬, 所以连夜就把安德海拖到刑场上, 安德海稀里糊涂的就丢了一条小命, 安德海出京被杀, 虽说咎由自取, 但谁都明白, 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默认, 除了他分身有数, 否则只能老老实实在宫中当差, 他跑不了, 那么沙安德海就等于给慈禧好看, 慈禧后来气得不得了, 先是把他儿子同志皇帝叫去, 骂了个狗血喷头, 然后又去找慈安, 慈安把责任都推到宫亲王一心身上, 但慈禧不敢找一心, 他知道这个事, 输在理上, 只能独自申办起, 这样一来, 世人恨透了一心, 只是一时拿他没有办法, 从上边的这个情况来看, 大家能够理解, 在同光年间的证据中, 慈禧, 慈安一心三人构成了清朝最高权力体系当中的三族秉丽的局面, 其中慈禧揽权最多, 锋芒毕露又咄咄逼人, 慈安为人和善, 能力一般占据宗法上的正统地位, 身份最高, 举足轻重, 一心虽然是臣子, 但是他出身的华贵, 他是道光皇帝的儿子, 先锋皇帝的弟弟, 同志皇帝的叔叔, 要我们怎么说他出身华贵呢? 还, 签略非凡, 掌握的权力资源也不少, 三者之间不乏矛盾, 却不得不相容相处, 然而, 慈安太后的死, 打破了这种旋律平衡, 原来的三足鼎立, 变成了一对一的单条, 面对手握皇权的慈禧, 一心的处境顿时恶化, 他知道他被慈禧清洗的那一天, 已经为时不远了,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的, 此时的疫情, 已经主持朝政二十年, 可算是根基深厚, 这让慈禧一时难以下手, 在慈安去世三年后, 慈禧终于找到了出手的机会, 当时法国侵律了清朝的蜀国越南, 因为越南战略位置重要, 朝中许多大臣都主张对法国开战, 但作为军级大臣, 一心知道活力乏弱, 军事装备由于法军相差太远, 如果两国开战, 清军几乎没有取胜的可能, 于是主张妥协, 他的这个态度, 使得完经历史到这里, 来了一个急转弯, 此起由此走上了一手遮天的权力巅峰, 那么攻心王一心又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? 一心组张妥协, 可是法国人步步紧逼, 形势并不以一心的意志为转移啊, 光新十年的二月, 阴历, 法军发动进攻, 越南北部的防线全线崩溃, 清军不堪一旦纷纷往后撤, 暂火烧到了中越边境, 慈禧大怒, 下令将广西云南的巡抚, 搁之拿问, 交刑不知罪, 又杀了几个作战不利的前方将领, 摆出一副跟法国人拼命的姿态, 大家知道, 慈禧主持晚清政局几十年, 对外妥协是他的一贯政策, 这会怎么成了民主利益的维护者了呢? 其实慈禧的用意就是要利用社会情绪来孤立一心, 果然朝野的激情被调动起来了, 一心组合受到了舆论的抨击, 就在这个时候, 有一个叫圣玉的大臣上了一个咒词, 这个咒词主题是, 将士败坏, 则有幽规, 就是中国在边疆吃了亏, 要追究责任, 请将军机大臣交部严家一处, 折令戴罪屠宫, 以赠刚记而徒补救事, 是这么个咒词, 慈禧看后如获至宝, 他盼望的时机成熟了, 光绪十年的清明节即将来临, 国难当头之际, 一心作为政府首脑, 居然被慈禧给派到东陵基祖, 就是给祖宗上坟去了, 很显然, 慈禧要把义心支出北京, 以便从容不止, 果然, 义心走了之后, 慈禧一方面到处散步, 国事败坏, 无言面对列祖列宗的悲观情绪, 为即将发生的朝局巨变打伏笔, 另一方面, 他暗中跟纯亲王一选, 就是光绪的生父, 暗中不断的密谈, 做深入的磋商, 三月十三日, 义心从东陵返回, 立即赶到宫中后见, 没有想到, 慈禧太后下发一旨, 给了义心当头一半, 据说这道御旨是绕过内阁和军机处, 当然必须绕过, 因为这两个部门基本都是义心的亲信, 由纯亲王一宣的亲信给拟定的, 通俗点说, 这道御旨, 认为义心执政这么多年, 越干越差劲, 很多人丧奏哲来弹劾他, 说他有什么问题呢, 有明则保身, 偷懒常见, 见解荒谬, 萎靡不振, 弧度蒙蔽, 细节不减, 无知人之名等等, 可见罪名还不少, 但是全是笼统含混的罪名, 你拿这些罪名, 就把义心给一路到底, 能让人心服口服吗? 所以, 这道御旨紧接着又说了一句, 阴险恶毒的话, 您听听, 他说, 这句话恶毒, 怎么说他恶毒呢? 他说, 义心毕竟是身份很高的人, 是轻贵, 是乞就, 如果把那么多谈和义心的奏折, 公之于众, 朝廷就没法袒护义心了, 言外之义是义心, 还有见不得人的劣迹, 有没有呢? 没有, 而且这个圣玉, 他上的奏执, 谈和的对象, 不是仅仅针对义心, 他针对全体军纪大臣, 是笼统说指, 并且仅仅要求朝廷, 把这些人交部一处而已, 没有要求朝廷, 把他们一路到底, 更何况, 圣玉本人, 就是在亲信和做梦都想不到, 自己的奏执让慈禧给利用, 有口难辨, 恨不得一头胖死, 最后, 玉子宣布, 义心作家恩, 仍留世袭往替亲王, 上世亲王全奉, 开去一切才士, 并撤去恩家双奉, 家居养祭, 就是说, 把义心的所有职务全撤掉, 他原来拿两份工资, 现在还给他留一份, 那一份取消的, 玉子宣布下, 朝野震动, 圣玉上昼力争, 希望慈禧收回成命, 一些御史和满汉重臣, 也替义心说情, 慈禧一概, 置之不理, 相反, 义心表现出了少有的冷静, 他对这一天的到来毫不奇怪, 而且年过五旬, 身体不佳, 心力交瘁, 已经没有了当年的豪气, 于是, 同光年间, 叱咤风云的公亲王义心, 就退出了核心权力圈, 他再也没有被慈禧深究, 而且还保留了亲王世袭网气的大力, 所以下场还算差强忍议, 慈禧之死是晚清政局逆转的关键, 可以断言, 假如慈禧不死, 晚清的历史必将改写, 虽然他不太干预国政, 也不大揽权, 但是在当时的矛盾关系中, 它是一个重要的缓冲点, 可以起到缓冲调和的作用, 慈禧会因为他的存在, 多少有些顾忌和收敛, 而慈禧死了之后, 慈禧就不存在这种顾虑了, 他得传矜持, 将公亲王义心, 驻出核心权力圈, 终于确立了一手遮天, 不断专行的统治地位, 这对王朝的命运, 对光绪的命运来说, 曾可谓是雪上加霜了, 就在一心黯然退出政治舞台的这一年, 光绪皇帝虚岁十四岁了, 那今天话说, 还是个未成年人, 但是康熙大帝就是在这个年龄, 亲财大政, 主宰帝国命运的, 当初两宫太后, 垂帘听政的时候承诺, 他们说, 垂帘是一时权宜之举, 一旦皇帝长大成人, 学业有成, 就归还政权, 没想到这一天, 拽就到了, 那么此时的光绪, 被塑造成一名合格的君主了吗, 他能顺利从慈禧的手中, 接受政权吗, 这其中又有哪些曲折波澜呢, 请看下集, 谢谢。 对于小光绪来说, 虽然做皇帝是个苦差事, 但他不得不面对现实, 每日每夜的学着做皇帝, 在那些师父们的眼里, 小光绪每天都在进步, 小皇帝光绪一天天长大, 慈禧交权的日子也越来越近, 虽然群臣竭力挽留, 为什么慈禧却坚持要归正皇帝, 虽然不再垂帘行政, 为什么慈禧仍然大权独揽, 进退盘旋之间, 慈禧又展示了什么样的权术手段, 请您继续收看系列节目, 求徒天子光绪第五集, 其实不想走。